证悟菩提 师父经常跟大家开示菩提 今天跟大家说一说 什么叫证悟菩提 什么叫菩提 证悟菩提就是要减少自己的私心 佛陀在《大乘佛法》里曾提起 菩萨为了度化众生 发了菩提愿 菩提实际上就是一种境界 比方说 你过去到养老院帮老人家喂饭做义工 是为了行善积德 而现在你证悟了菩提 有了天下女人是我母 天下男人是我父的菩萨境界 不是为了行善 而是把所有众生都视为未来佛 这种境界的提升就是证悟了菩提 证悟菩提道 修心为最高 涅槃果未妙 究竟我未好 你今天发愿要去度化众生 这就是在修自己的菩提路 把自己的私心去掉 心中充满佛性 以心为众生 这就是菩提智慧 比方说 过去师父讲过 一个老人家在过马路的时候 颤颤巍巍 你过去扶他 你没有证悟菩提的话 你就是尊老爱幼 现在你是学佛人 就是学菩萨的大慈大悲 我是学佛人 我的一言一行 必须有大悲心 大悲愿 用这样的思维去搀扶 你就是在自己的菩提心当中 扎上了大慈大悲的心 菩提就是怎么样去帮助别人 怎么样跳出人间的思维 同样做一件事情 过去总是想着自己 现在心里总为大家着想 这种意识的转变 就是菩提心 过去我们学佛 是为了求得自己家庭好 身体好 工作顺利 现在修心境界转变了 想法不一样了 我的工作好了 是为了为更多的众生服务 我的家庭好了 我就要让更多人知道 修心给我带来的益处 我身体好了 我就要去现身说法 让更多人相信观世音菩萨 相信佛法 这样你就是用菩提智慧 在行菩萨道 这就是用菩提智慧 所产生的效果不一样 一个是行善积德 一个是进入菩提境界的救度众生 如果有菩提心的人 就会慢慢地断除贪嗔痴 拥有菩提智慧的人 就不会去恨别人 有菩提心的人 就不会有贪心 有菩提心的人 不会有愚痴心 有菩提心的人 总是会为别人想 碰到问题 就会换位思考 学佛修菩提心的人 应该什么事情 都看得轻一点 一切都在变化中 就是佛法的无常观 圆满次第解脱道 菩提智慧很重要 成佛须学大成教 立地成佛菩萨效 用菩提心来生活 会使你的人生 变得更加的完美和更有意义 所以我们要珍惜佛缘 拥有菩提智慧 你会慢慢地提升自己的修心次第 慢慢地修到后来圆满次第 到最后会升起大圆满心 要证悟菩提的佛果 要证悟菩提果位 就是证悟自己佛心 佛行和佛言 有菩提心的佛友 就是在佛法的思维指导下 慢慢地成为一个人间菩萨 和人间佛 圆满人生 圆满心 菩提悲心 去思心 烦恼来自贪称吃 不贪不称 饱无事 不费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